近载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梓东 今天是6月8号礼拜四 昨天美股因为加拿大紧急升息一码的原因 造成我们台北股市今天大跌188点 大家会认为今天做股票 应该普遍都是下跌的吧 那我说不对 你要看这一段期间你做什么族群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虽然下跌188点 我们的个股 宏基底下的小金基建基 今天仍然继续上涨4.74% 继续喷出 如果你帮我们统计一下账上获利的话 我们也写在测标 目前为止今天6月8号 这档股票逆势上涨 账上获利35% 那你可能会问 老师这个35%你怎么赚到的 其实我说不光只有我 就算你是看电视的 只要你是我们忠实的粉丝 你有一路跟紧 你持续关注我的节目 你二月就买了 当时我们跟你讲嘛 这一档股票开始转为多方结构 当然那一个时候53块钱的价区 你应该是没有注意到 除非你是会员 更不要说一路报上来 那我说上一次的买点 出现在5月5号 这个是我们影片的截图 你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 我们是这样子讲的嘛 修正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 因为前一段如果你没有上车 修正就是空守者的机会 你应该要这样子看 来上一次是5月5号 结果这一次再复制 因为如果跟你讲2月跟5月 你会说老师讲股吗 这么久之前的东西还拿出来讲 我们就讲这一段 所以我影片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不放重播 6月5号的时候 我们讲了6月7号 我们也放过重播 就不知道投资人 你有没有跟紧脚步 当时我们讲 两个礼拜之前 这一档股票 也是经历了一个小修正 就好像现在的大盘 打回来到我们的强弱线 这个地方是空守者的机会 前面我说6月5号的时候 最高来到90.6 其实是你的机会点 你要知道这一档股票 后面还有没有喷出的空间 我们直接明白跟你讲有 3046见机 今天大盘跌188点 我们尽量感同身受一下 就说有一些个股这个地方 进行修正 可是今天我们在看盘是 看到我们的个股 目前为止 普遍都还是持续获利 而且是大获利 所以其实我不认为今天的大盘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当然我们回看 我说你可能会去担心说 那加拿大升息 下个礼拜6月15号 不是美国的利率决策会议吗 万一也同步再升息 怎么办 你是不是会这样子想来 我说这个部分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解读 首先第一个 我说现在全世界 基本上很紧张的事情 已经不是升息降息的问题了 是大家认为说 电动车目前为止已经普及化 但是没有充电桩比例过低 上个月是澳洲出来讲说 我们要赶快推出充电桩 拉高它的比例 这件事情全世界都一样 美国也一样 欧洲也一样 中国也一样 现在澳洲也是这样子 那你可能会担心升息的议题 来 今年上半年 大部分的投资人 应该都在讨论升息 当时我们却讲话 我说就算是升息好了 其实有一个族群 不会受到影响 来 这一个族群 叫做充电桩 导播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2000亿是台币 拜登今年才在美国本土 推出了一个2000亿的补助计划 补助充电桩 那当时我们讲 这一个法案基本上明眼人都知道 是为了逼特斯拉就范 希望特斯拉的电动车跟充电桩 规格可以一致 所以就问特斯拉要不要拿这个补助 要拿2000亿台币的补助 你就一起来统一这个规格 今年推出的法案总不会说 今年为了要升息 这个法案就不推了吧 拜登这样做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所以我跟你讲 我说你放心充电桩这一个族群 目前为止趋势长期成长 而且可以说是世外桃源 就算是你担心美国市场 我是不是跟你讲 放心还有欧洲市场 那欧洲市场指标国 你要看哪一个国家 这几天我是不是带投资朋友 周游列国 原因为什么 我是在告诉你 你要赚见机的钱之前 你必须要清楚 为什么你要操作这一档股票 我相信这比较重要了 所以你才可以一路从头报到尾 每一次拉回 就算你分段操作 每一次拉回 你都要知道这一个点位 叫做机会点 你必须要能够清楚 这35%你自己是怎么赚到的 不然就算我发讯息告诉你 你买 你可能赚个一根两根 你自己就想跑 原因来 我说我们刚刚看世外桃源欧洲 欧洲充电桩的指标国家在荷兰 因为有三层的充电桩集中在荷兰 甚至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我说荷兰是第一个国家提出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可能白天我的电动车在路上跑 电没有用完 晚上回到我的停车棚 我的这个电可以回冲到我的卧室 可以回冲到我的客厅 我晚上要煮饭 我晚上要回卧室看书 我晚上要回卧室研究股票 要打开电脑 你可以用你电动车的电回冲到你的客厅 回冲到你的卧室 当初第一个提出这样概念的是荷兰 所以荷兰是充电桩的指标国 但你最欧列国就是告诉你 来 宏基底下的小金基建基 就是跟欧洲的荷兰 一间叫Revolt的公司去做一个合作 发展充电桩 这样子投资人知道 来 这个35%是怎么来的 今天人家在打国际杯 一波飙涨 30% 50% 你都不要意外 即使大盘下跌 今天你看到财报的数字 来 只要财报的数字可以呈现爆发式的上涨 6月7号公布5月的营收 营收年增104% 哎呦 为什么可以增加一倍 今天你知道原因了 只要它的基本面是好的 线形是好的 今天加权指数下跌188点 这一档股票可以逆势上涨 当然我们不是叫你现在去追 我是跟你讲等到下一次 再拉回再修正来到一个好的点位 请问你要站在哪一边 今天我认为是天上掉下的礼物 对空手者而言 反正你空手嘛 你在观望嘛 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去放空 因为为什么 你随便空错一档股票 你是这样子被嘎的 现在市场上面的放空者 只是他有苦说不出 他可能2月3月4月 每天都在放空 可能被嘎一大段了 今天跳出来跟你讲 我们大获全胜 今天大获全胜 我们就以加权指数的跌点来算 跌幅来算 他赚了2% 做空大赚2% 但是他这个地方 前段期间已经大赔35% 所以空手者 我说你的机会来了 听清楚 不是叫你现在去放空 而是你找好一些个股 知道哪一些个股 后面有机会点 这才是正途嘛 尤其你的资金比例又不小 你应该把资金重压在 未来我们是趋势的这些产业 当然也不是只有 见机这一档股票 来 这一个礼拜 我在我的社群平台 清清楚楚地讲 我说这一个礼拜 至少有两档充电桩 相关概念股要喷出 听好 我想至少 第一档是不是达标了 3046的见机 目前为止获利35% 另外一档 第一个 我在我的社群平台 清楚跟你讲 以免你认为 老师 我们台厂有一些硬体的电子股 现在都去发展充电桩 所以是2457的飞鸿吗 不好意思 2457的飞鸿 我就明确地跟你讲 不是 所以他跌 老师是康书吗 最一般的投资人 会想到充电桩 应该都是这两档 会是这一档吗 今天继续跌 我直接在我的社群平台 跟你讲 你要做充电桩 这两档 暂时的价格是不对的 因为你看我买股票 我们档档 是不是都买拉回 档档都买修正 所以今天才会跟你讲 空手者机会来了 绝对不是叫你去追高 所以不好意思 6月6号的时候 我们讲不是这两档 相反的都是三开头 其中一档是见机 另外一档是3027的胜达 胜达反而是更早达标的 当初我们跟你讲胜达 甚至我清清楚楚地跟你讲 我们什么时候买 第一个 我告诉你价位 把我们会员的讯息发给你看 这是上礼拜五买进的6月2号 不久嘛 上个礼拜 我们说我们买股票 我最喜欢买修正 而且这种修正方式是非常的天然 一点都没有人工作驾的方式 因为他经历了三段式修正 你看是觉得股价好像不行了 但是MACD附助却出现三次的背离 三次的收链 这个地方三段式修正 这就叫做绝佳买点 42块钱买 所以为什么我们连会员的讯息都给你看 就是告诉你 面对现在这样的盘式 不管是好是坏 你都不要随便操作 即使你的族群看对了 你还要过好几关 42块钱买 这一档股票是礼拜一 他先喷 不要忘记了 6月6号3027的胜达是他先喷出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3027的胜达 这个礼拜 今天礼拜四嘛 今天它小跌 不是因为跌我们就不讲 来 42块钱买 这个图我们稍微放大 前面有一根掌停板 这边直接跳空 已经分胜负了 那我讲嘛 昨天6月7号 10%加1.82% 加一加 目前为止 帐上获利约12%嘛 今天小跌 没有问题 来 你帮我们把这1%扣回来 今天小可惜了 今天开盘 大盘直接坠嘛 但是这一档股票开盘 还试图上攻 小可惜 这档股票你会认为 它今天有大跌吗 其实也没有 小跌0.73% 你目前为止 帐上获利远远超过一根掌停板 什么原因 只要它背后有坚强的基本面 今天大盘下跌188点 坚强的基本面 5月的营收公告年增292% 比见机还好 什么原因 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跟投资朋友解释 这一段期间 有一些人一直认为说 充电装市场那是一个小市场 尤其你看台湾 来 讲到快充 因为快充就是路边停车场 我们台湾自己 2025年才规划220座 这算什么大市场 那我有讲过 我说你要发展快充 你充的电叫做直流电 但是从电厂送过来的电 叫做交流电 那你怎么把这个交流电 换成直流电 背后必须要有充电装的帮忙 不好意思 背后需要有除能柜的帮忙 谁在做这个除能柜的 3027的盛达 东部最大的除能柜 公司就是3027盛达 底下的子宫之盛齐 建机背后有一个金基母 叫做宏基盛达 母公是谁 中美金嘛 中美金为什么要去买盛达 为什么要入股胜达 今天你知道原因了 绝佳的点位买 到目前为止 今天你会认为盘式好像不太好 能够立于不败之底 甚至我说回推 来 当初市场上面还有一些人在讲 老师1519的华城 你获利颇丰 获利58% 那我讲了 来 第一个 当初我们会跟你讲华城 一样嘛 个股有修正 大盘有修正 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空守者而言 对你而言 如果你现在看节目 前段期间我们赚的这些个股 你一档都没有 仔细听 只要这些个股有机会 再打回来到我们的强弱线 时间点出现在5月11号 市场上面我们没有时光机 也没有后悔要让你吃 你只能下一阶段盘式修正的时候 你赶快跟上脚步 上一次5月11号打到强弱线 来到100块 因为它背后是代表的是 接下来到2025年 我们台湾最大的补助案 叫做强刃电网计划 我有讲过吗 翻开我们台湾的历史 十大建设应该是最大的建设案 那个时候拨款2000亿 强刃电网计划拨款5000亿 它做什么 有强刃电网 容不容易往充电桩的事业 去做发展 非常的容易 5月11号来到100块 后面一波飙涨 58% 有一些人跳出来说 老师6月1号的时候 我们台南风华变电所故障了 有些人说老师你做充电桩 你做除能相关概念股 全市场你最厉害 连这件事情你都预料得到 当时我们不是开玩笑吗 我说没有这么厉害 我们关注的是产业面的发展 我不可能今天连台南某一座的变电站 今天或明天会突然故障 我连这件事情都有办法预测得到 不可能 所以这60%我们不是因为 看到这件事情来的 我们是因为本来就掌握 趋势的发展 所以一档一档股票 只要它修正 我们就知道后面即将进入波段上涨的结构 是这样子来的 1519华成我们的获利是这样子来的 那刚刚如果我们讲到的建基 讲到的圣达 讲到的华成 你回过头来发现你一档都没有 现在盘式修正 这一档股票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来我们称之为充电桩金平股 为什么 因为它高毛利 股价也不低 所以这段期间你是空手的 资金雄厚的 其实你最适合这样子操作 盘式总是会修正 没有错 加权指数没有每天涨停板 也没有每天上涨的 但是如果你是做个股 你会发现有一档股票 不管盘涨盘跌 它都是走自己的结构 今天我们跟你讲充电桩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世外桃源 因为它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 一档一档的跟你做验证 你空手的这一档要不要好好把握 圣达建基第二 筹码也相对的干净 你想知道这一档 拨通电话 拨通电话的时候注意一下 再提醒你一次 因为这个礼拜老师生日 刚好我们配合了一个短期方案 一起快乐分享 一起大回馈 现在你加入 我们只收你六折 清清楚楚就是六折 额外我们还另外送你一加一 这个一加一是什么 你打来进来询问这档股票的时候 顺便询问一下 节目时间不够 没办法细讲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你就可以开始行动 我们先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庆祝运达头顾黄老师 六月生日快乐 在贺会员大传 三阳工业63% 华城56% 技嘉45% 剑准45% 博制24% 尾讯20% 玉龙20% 圣达15% 今日入会 一送一只要六折 今日入会 一送一只要六折 立刻拨打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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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顾真心照顾 庆祝运达头顾黄老师 六月生日快乐 在贺会员大传 三阳工业63% 华城56% 技嘉45% 剑准45% 博制24% 尾讯20% 玉龙20% 圣达15% 今日入会 一送一 只要六折 今日入会 一送一 只要六折 立刻拨打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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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顾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到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来讲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 就是加拿大紧急升息一码 那结果你看 现在加拿大银行的利率几% 5% 来 导播这个地方 来 这个地方稍微放大 目前为止 加拿大银行的利率在5% 你有没有发现 不就跟美国现在央行的利率 是一样的吗 它不是先升息一码吗 怎么现在还跟美国一样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今年的年初1月的时候 加拿大少升息一次 原因是因为加拿大喊出说 因为我们也升息升太快了 造成加拿大本土的房市 出现了一些崩溃的状况 所以1月的时候 其实加拿大他们少升息一次 所以今天就补一次 前面少跑一步 现在等于是加快踩一步 所以你说它现在也不过就是跟美国一样 这个并不是什么超级灰天鹅的等级的利空 绝对不是 那你会问 既然不是 那今天我们的加权指数为什么会跌 其实是我们再找一个理由 宣泄以下卖压 你还记不记得 来 本周我们先跟投资人讲 我说这个地方小心了 除非你做的是个股是对的 不然6月5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投资朋友讲 就连加权指数大盘 布林的离差都已经来到两倍 按照过去的惯例 即使是多方格局 都在一倍这个地方晃啊晃 先修正再上 先修正再上 现在来到两倍 KD的快值 K值来到88 大盘进入修正 随时都会发生 不要意外 那我跟你讲的名词叫做修正 绝对不是什么什么 全面大放空 全面大崩盘 远远不到那一个层次 来 修正正不正常 很正常 6月5号这一根小黑K 来 今天我们的跌法 就是再拉回 跌到这一根小黑K 就这个样子 非常正常的盘式 没有任何的特殊 基本上这样的盘式 就是进行了一个良性的修正 那不管你现在是持有不对的股票 或者是空手 当然你持有如果是不对的股票 你就必须 你要跟我们合作 你必须把你的对账单 稍微给我们看一下 我知道你的个股 先帮你做一个调节 然后再带你赚下一轮的标股 脚步是这个样子 我们必须要踩稳 那上一阶段的标股 来 我们一个一个点名 恭喜我们财富倍增计划 第一阶段早就已经达标了 顺达 建基 其实是第二轮 因为第一轮的 来 我们今天也不多花时间 一档一档的看 财富翻倍计划 我们操作的标的 获利多少% 你清清楚楚 来 博智 伟训 玉龙都是一个波段获利 三阳工业 华城 技嘉 建准 那有几档股票 投资人可能之前完全想象不到 例如说玉龙 来 为什么玉龙前一段期间 公司说股价创下33年以来的新高 因为我也跟你讲 他也在拼转型 不是因为黄仁勋来了 带动AI相关概念股 黄仁勋走了 AI就溃散 相反的你要知道顺序 是黄仁勋来台湾朝圣 这个概念我们讲过了 黄仁勋来台湾朝圣 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帮助他 完成大数据 完成边缘运算的建制 是这个样子 那这件事情如果成真了 以后你会看到路上都是自驾车 因为不会有资讯的延迟 所以2201的玉龙 是不是创下33年来的新高 那来 有几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最适合跟投资人讲 2372的技嘉 有些人认为黄仁勋一走 这档股票就没有行情了 那我讲这档股票 甚至我们放在测标 不是要你帮我加分的 因为我讲 来 我写给会员的讯息 到昨天这一档股票 我们都还持股续报 我说请你帮我们算一下 当时2376技嘉 我们买进5月15号 138块钱买 是因为为什么黄仁勋来台湾朝圣 他是来看我们的技嘉 做的静默是 冷却系统到底有多好 为什么称之为两箱 简单讲除了放在液体里面可以散热 液体变成气体打到上面的铜管 再散热一次 这个叫做两箱 两段式的散热 2376的技嘉 来 我说昨天请你帮我们算一下 5月15号138块钱买 昨天6月7号我们还续报 帐上获利62%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准备要获利了结 还没卖哦 来 2376的技嘉 今天有人跟你讲 你看我放空大赚 恭喜他放空大赚 2% 你帮我们扣一下 我们还没卖 62%减2%目前为止 我们帐上获利60%而已 下一阶段还有 修正完了之后 你要站在哪一个方向 我们后面还会站在多方 进行一个波段的修正 很好啊 来 再跟你讲 以后后面经历波段修正之前 请你先来拿这一档 如果这些个股 你全部都错过了 好好把握我们充电桩的精品股 那这个礼拜老师生日 目前为止 会费只要6折 还送你1加1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喝酒开车哦 我认识绿彩 我看起来很笨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有啤酒味 吹 是啤酒 还是绿茶 请你来建兵 庆祝运达投顾黄老师 六月生日快乐 在贺会员大传 三阳工业63% 华城56% 技嘉45% 剑准45% 博制24% 尾训20% 玉龙20% 盛达15% 今日入会 一送一只要六折 今日入会 一送一只要六折 立刻拨打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 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精神